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对抗、竞争,一直都是这个星球上最引人关注的事情。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与时代下,称得上大国之间竞争,的就只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了。 就在中美贸易战打得震撼的时候,美国国内一家著名期刊发表了一篇题文,美国用金钱来实践它有关中国的言论的文章。 改文章表示特劳普政府现在正在大肆宣扬,美军将把军事重点从反恐转向与中国的竞争上来,未来美军增加军费排斥。 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对抗北京的军事压力,美国人竟然这么给面子,把中国看得这么重要,中国当然要奉陪到底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军也不反恐了,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中国身上,但今世界主要对抗,有人说不是还有俄罗斯吗? 对的,俄罗斯军事实力也很强大,不过俄罗斯国内经济太漏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和美国相类似的大国。 现在站在美国面前,最大的敌人和对手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还不是那么完全翻脸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有多么恨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出来。 在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且表明中国是威胁美国权利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势力。 大家注意,这是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如此定义中国,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 两大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都交织在一起,从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制裁来看,它主要存在于经济贸易领域,尚且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没有提出来,不代表没有,这家伙是一条道走道黑的那种,所以现在一定在筹划一些新的战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不会再寄希望于曾经的接触加恶制战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帮策略。 早在十几年前,美国人就想用这两手政策来促使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可是结果是没有结果。 现在美国人早改策略了,胡萝卜不会再给了,但是大帮绝不会放弃,恶制和挑战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是美国的主要工作。 双方对抗最好不要太过于激烈可以说,从美国媒体发表的这篇名叫《美国用金钱来实践它有关中国的言论》。 本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在继续提升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了,颇有和中国决议此战的准备。 对于美军军费在2019财年将会大涨这件事,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对记者声明,2019财年增加的资金将用于军队建设,尤其是为应对与中国的冲突做准备,这么挑明的说是为了对抗中国。 倒还是第一次,特朗普政府之所以现在逼中,国跌得这么紧的原因,就是如果现在不压制中国,那么十年之后,美国将不会有能力这样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